哈喽 大家好 我是鎖琴 我是鎖妹 我们是超鎖妹妹组合 今天我们来试试一碗非常兴趣的美食 什么美食 是这个啊 满小宝家的这个火锅粉 火锅我吃过 米粉我也吃过 但这个火锅粉是什么东西 我还真是头一次听说 满小宝火锅粉吧 好像是米粉界的新物种 听说这个汤头像火锅一样过瘾 那今天咱就来试试呗 来试试开启我们的火锅粉出题 好吧 好 这个是 汤底 火锅汤底包是吧 慢炖骨汤 侧面也写了啊 这个是正宗的老成都风味 感觉是比较正宗的这个牛油火锅 看他们的详解念 好像说这个是传承40年的老师傅手艺 这火锅底料都是熬出来的 然后其他两种口味也是一样的 两个这个 花枝嘛 对 然后米粉 米粉 这个火锅汤料汤头不一样 就是这里面的这个这个底料不一样 对 对 这番茄骨汤牛肉包啊 嗯 好吧 那我们废话少说啊 赶紧就先煮起来吧 好嘞 冷水下锅先把米粉煮起来啊 然后这个汤料包就直接放到这里面 水浴加热三分钟就可以了啊 好嘞 我们已经把这个全部给煮好了 嗯 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汤包给加进去啊 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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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然后它里面的配菜好像都是不同的 对 麻辣牛肉是土豆牛肉 这个里面还有一些番茄块 土豆块 番茄牛腩加土豆 这个就更不一样啊 这边里面是牛肉加酸萝卜 而且上面撒满了葱花和芝麻 对 非常的香啊 嗯 闻得这么香的气味我都想 搞点小酒喝喝了 小酒喝喝 哎 哦 买了是吧 嗯 刚好 刚好从冰箱里面拿了两罐那个啤酒 冰镇啤酒 搭配火锅粉更配哦 来 干杯 嗯 嗯 我就番茄了好吧 我这人吃不了辣 嗯 那我就先来吃这个麻辣牛肉 嗯 哦 忍不住了 赶紧来试一下 哇 嗯 哦 它这个粉也非常的Q弹 跟平时的粉有什么不一样呢 哦 我刚刚看了它那个包上写的啊 它这个粉啊 是用精选枣道清理制成的 嗯 热风干工艺 吃起来非常的Q弹 嗯 爽滑 嗯 而且特别的细枝你知道吗 我这个 粉都是那种麻辣辣的感觉 我这个粉 它就是鲜鲜甜甜的 哇 这么大一块牛肉 看到没有 太爽了 嗯 你看这没说 这个汤点还真有点那个火锅那个感觉 嗯 我这个麻辣牛肉啊 就感觉是那种牛油火锅的感觉 知道吗 嗯 麻麻辣辣 嗯 非常的开胃 又不是太辣 又能刚好吃你的食欲 也不欠文 对 嗯 我这个就像是火锅的时候那种高汤的番茄汤 很浓厚 很浓厚 很纯香 而且它这个番茄啊 嗯 绝对有某家那种番茄火锅汤底的味道 哦 番茄牛腩的这种经典 这个搭配真的绝了 对 哎 你怎么掉这个大了 对吧 这个牛油 太大了 太大了 你这是麦克雷是吧 就是精准的狙鸡 哇 嗯 爽 我不爽了 妈妈的 比如说老成都火锅的感觉 嗯 嗯 哎 哎 我们再来吃下这个酸脏的肉火锅粉 对 它这个里面比较特别啊 是这个酸萝卜 然后肉也是非常的大块 哦 它是有那种酸脏火锅的味道 你知道吗 我不信 哎 我不信 嗯 嗯 我信了 哈哈哈 特别的酸爽开胃 嗯 对对对对 然后它里面还有这个老团酸萝卜啊 哎 这个酸爽 不敢相信 非常的松软 入口即化 对 喜欢酸爽口味的小伙伴 应该非常喜欢这款火锅粉 嗯 就是特别的好吃 嗯 嗯 哦 OK 好的 我们已经全部试过了啊 哎 对 这个火锅粉非常的新奇啊 味道也很好 它里面最好吃的 我觉得是个麻辣牛肉火锅粉 我这个番茄的呢 也不错 对 然后那个酸汤牛肉啊 嗯 味道也非常的新奇 嗯 非常的爽口 对 感兴趣的小伙伴呢 也可以自己尝试一下 好吧 嗯 好了 那么今天视频道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